好那我們上一集已經講到如何構造自己的環境然後加入車子 我們已經可以做到在這個Unreal Editor裡面按這個Play 就可以在裡面開車了 按Yes就開車 好那我們接下來想要做的呢就是 我們想要把這個東西做成一個執行檔 然後分享給別人 就像我們一開始在Github下載的那些檔案一樣 那要怎麼做到呢 這個時候我們就需要把這個 Project做一個Package動作 把它做成一個可執行檔 那做的步驟呢 要先打開這個File 然後Package Project 然後一般來說你按這個Windows64 這個就可以直接輸出了 但我們在輸出之前有幾個需要做的前置動作 第一步呢我們就需要先把這個 AirSim它的這個車子啊或者是飛行器 它的這些模型呢載入到我們這個Project裡面 那這個載入的方式呢 你需要先到AirSim這個 呃 這個Code的這個Folder下面 這個資料夾下面打開Unreal Environment Blocks 我們需要從這個blocks它內建的環境裡面找出來這個東西 然後它在它的Content裡面 有一個叫AirSimAssets.umap這個東西 它這裡面包含的是車子啊飛行器它的模型 那我們需要把這個東西複製 按一下複製 然後到我們這個環境裡面 把它 欸環境的Content裡面把它貼上 那它就會貼上在這個地方 好那我們接下來再回到這個Unreal引擎裡面 所以可以選擇Package Project 那一開始我們先要做一個設定 到這個Package Settings的地方打開來 那我們必須要把這個東西加進來 那首先呢我們需要加入這個 第一個呢是我們這個環境的這個Map檔 因為我這個A Boy and His Sky 它下面有很多很多個這個地圖檔 那我今天要做的 呃 輸出的地圖呢是這個 Landscape01這個檔 我就按然後Open 它就會出現在這 那要再加第二個的話 需要按一個加 那加的第二個呢我們就選 剛才我們複製過來的這個 Aersim Assets這個地方 那加入這兩個之後呢就OK了 必須要一定要加入這兩個 要不然會出錯 一個是你的地圖檔 另外一個是Aersim它的車子的模型 加完這兩個之後就可以把這個關掉 然後一樣在File Package Project 這裡面我們就可以選我們要 在哪一個地方 在哪一個平台做執行檔 那我們就直接在Windows64做執行檔 按下去之後它會叫你選擇一個 資料夾然後做輸出 這裡的話我們就選這個A Boy and His Sky 它原本的這個資料夾 然後就按Select Folder 那它就會開始 開始Package 那這邊我已經做好了 所以我就跳過這個步驟 那做好的話呢它會出現在這個 A Boy and His Sky 它下面有一個叫Windows Note Editor 這個地方 它會就出現一個執行檔 那我們就可以把這個執行檔打開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車子 那一樣一開始會問你需要 車子還是飛行器 我們選車子 然後呢因為我這個地圖比較大 所以一開始它還沒有執行 它還沒有把所有地圖都載入的時候 我的車子就會一直往下掉 但不要擔心 我們慢慢的這個地圖載入之後 我們就可以重新來過 現在它一直往下掉沒有關係 那重新來過的話是按Backspace 這個Backspace這個鍵 你可以按F1 然後它 最下面一行有寫Backspace Backspace就是Reset Everything 好 過一段時間之後我們就可以把它reset 那它就會回到地面上 那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在這個環境裡面開車了 那一樣按0的話 這時候就會顯示它的地面 不過好像 這裡的地面全部都是同一個 全部都是草地 所以全部都是綠色 這樣 好有可能是這樣子 不過左邊這個深度圖還可以 那右邊這個 是當前看到的畫面 好那大概就講解到這邊 大家就可以在自己喜歡的環境做一個搭建 好 結束